瓦格纳一日游,撤兵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 一个幽灵,一个名为兵变的幽灵 几百年来,如同俄罗斯威权统治传统的孽生子 始终盘旋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 成为了多少新老沙皇心中的梦魇 最近刚刚发生的瓦格纳兵变 不过是这一辉煌历史的小小一笔 不少人将其称为东斯拉夫人行为艺术 然而即使是闹剧,这也是一场极为危险的闹剧 第一,这场兵变也许还谈不上政变 如同一颗政治照明弹 将始终笼罩在铁幕之下的俄罗斯高层撕裂与冲突暴露在了全世界 尤其是俄罗斯人民的面前 虽然人们早已对此猜测纷纷 但如此突如其来的石锤也足以造成心理冲击 第二,这场兵变暴露出了俄罗斯中枢 对俄联邦军事力量控制力的不足 虽然瓦格纳最初的行动确实是钻了乌军大规模反击 而俄境内腹地空虚的空子 但是到随后十多个小时内 俄正规军包括内务部队 国民禁卫军 空天军的虚弱反应 和部分俄高级军官的言行 都极为刺眼地表明了这一点 虽然俄罗斯联邦军队始终不是俄最高领导人的基本盘 基本盘是安全系统而不是军队 但在执政二十多年后 依然无法在军队建立足够的威望 依然是任何威权统治者的耻辱与巨大威胁 第三 目前来看 此次瓦格那兵变将以妥协为结局 能够不流血就避免一场潜在的内战自然是好事 但是另一方面 如果厨子和他的私兵在公然胁迫中枢后 还能全身而退 并且实现一些目的 那么将开启一个危险的先例 俄罗斯中枢的威信将荡然无存 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军阀思维 将迅速在俄罗斯军政体系 和强力系统内部蔓延 各路野新家将围绕后普时代激烈争斗 第四 以车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 和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地区 将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 小卡德罗夫在此事件中的行动 充满了董卓进京的气息 任何人如果会相信 车臣人对俄罗斯国家的忠诚 那一定是政治白痴 第五 如果邵伊古和格拉西莫夫 因为此事件而下台 下课上成功 则俄中枢不仅将颜面扫地 而且对军队的控制力将进一步下降 因为邵伊古和格拉西莫夫也许无能贪腐 也许急不得中下层军官人心 但他们毕竟在军中多年 人脉深厚 已经是普京能够找到的最可靠的军队控制人 如果换上其他人 比如军头九名或者苏胖子 则军队自行歧视的可能性会急剧增加 甚至可能出现就日本帝国的军部统治 第六 俄罗斯军队和社会 对继续把战争进行下去的信心遭遇严重打击 预计顶过这波乌军攻势后 会开启真正的严肃的停火谈判 总而言之 这不是一个结束 而仅仅是一个开始 预计瓦格纳兵变的后果 将在几个月之内持续发酵 俄罗斯社会和政局的基本面摆在那里 新的危机将如中风一行 一波一波接踵而来 直至催垮一切 或者组成新的排局 我们对此要有底线思维 一方面要尽可能稳住俄罗斯局势 促成平稳有序过渡 另一方面要有B计划